我们注意到日本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日本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水 和事件各国核电站正常运行产生的液态流出物 有本质区别 不能相提并论 这是一个常识 核污染水来自事故后 注入熔融随毁敦兴的冷却水 以及渗入反应堆的地下水和雨水 包含熔融堆形中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 处理难度大 有关的报道片面聚焦川元素 试图造成辅导核污染水 紧寒川的假象 这完全是扭曲事实误导公众 有关媒体应当停止 不专业不负责任的报道